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月8日,星期三 我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发表在美国的杂志 叫国家利益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国家利益这本杂志 这个杂志呢,它是美国的一本政治外交性的一个杂志 它是在1985年创立的 以报道国际事务为准的是一个双月刊的一个杂志 那它内容的作者呢,许多都是退休的外交官呀 智库或者是各国的大使 也有少数呢,是外国学者 杂志的立场呢,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主轴的 就像它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一样 叫国家利益,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拥有和出版这个杂志的国家利益中心呢 它又叫尼克松中心 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华府的一个公共政策的智库 在这个杂志上面呢 在本月的五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我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首先呢,从这个题目上 你就能够看出一点点端倪出来 这个题目叫什么呢 这个题目呢,就叫做 台湾不可以让蔡英文连任四年 现在呢,我就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这篇文章它是一个英文的 所以呢,我跟你分享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语言的翻译可能稍稍有一点灰色 有的时候呢,这语言可能不能和你常用的中文呢 完全对应起来 所以呢,请你跟我一起试着来理解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它前面的一部分 它就说呢,说蔡英文呢 她计划呢,是用政治的手段来减少台湾的经济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依赖 这个手段呢,永远都不会成功 它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一系列的政策呢 就是不让和大陆之间的这个负面的联系 影响台湾的经济 就是说它的这些政策呢 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 台湾2020年1月份的这个大选呢 会让台湾的经济以及民主自由的未来的前景 会维系在到底是蔡英文会当选 还是韩国瑜会当选 之前呢,王立强所谓的那个中国大陆间谍的那一场闹剧 在台湾呢,引起来了挺大的一个反响 引起来人们的热议 这件事情呢,就让人们想起来2004年那个子弹门的事件 2004年的子弹门事件是哪一个事件啊 这个英文和中文我有点对不起来 是不是应该是指那个陈水扁竞选的那一年啊 陈水扁就到最后演出了一个受伤的那件事情 说是他受暗杀 但是那个暗杀呢 那个子弹从那个肚子的表皮上横着穿过去 有好多人至今还觉得 他那个事件呢,实际上是一个设计的 那王立强这个间谍案呢 他也是一场闹剧 有的人呢,就觉得是与蔡英文有关 倒是没有充分的证据 或者是足够的理由来怀疑 王立强那个事件就是蔡英文导演的 应该不是他导演的 我认为就是王立强呢 想拿到澳大利亚的身份 而搞了那么一场闹剧 应该不是蔡英文导演的 只是蔡英文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呢 他就大肆的进行炒作 这篇文章接着说呢 蔡英文呢,确实是他玩的是一个反中的一个牌 他呢,在香港的反修理的这件事情当中呢 经常呢,做一些评论 对香港的事务呢,进行指手画脚 被中国大陆政府呢,认为它是香港这件事的一个外部力量 和美国一起被认为是干涉香港这件事情的一个外部力量 他说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关系 蔡英文上台以后呢,他推出来了南向经济政策 声称呢,要减少对大陆的依赖 但是呢,这个政策实行了已经有将近四年了 但是对大陆的依赖呢,一点都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现在台湾呢,对大陆的这个出口呢,是41% 它已经实行了三年多,将近四年了 从这点来看呢,就是蔡英文试图说 减少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依赖呢 永远都不会成功 有部分专家呢,就认为说 中美贸易战会让中国的经济崩溃 然后从而呢,会让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断裂 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不会发生 因为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经济结构 他们现在的出口只占GDP的20%以下 而对美国的出口呢,只占他们整个出口的20% 所以说呢,中美贸易战虽然说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并不会摧毁中国的经济 相反,如果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的话 如果中国的经济collapse的话 如果中国的经济坍塌的话,崩溃的话呢 对台湾的经济来说,反倒是一个灾难性的 因为台湾太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了 下面呢,他给出来了一些个数字 我现在还不能特别理解这数字 所以我就不跟你翻译这组数字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他认为呢,即便是中国的经济坍塌 那最受影响的就是台湾的经济 然后这篇文章接着说呢 第二方面来说呢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台湾的民主 现在呢,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包括中国,包括古巴,包括北朝鲜 他们都是社会主义政体 他们特别的会利用这些民主国家的这些政客 他们所玩弄的这些恶劣的 龌龊的这些个计策,这些技能 就是蔡英文所玩的这些瞎撒烂的手段吧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他们特别会利用你这一点 就他们利用你这一点 就能把你玩死 反过来说呢 就是如果让这个蔡英文 再继续这么玩下去的话 台湾就完蛋了 台湾一定会完蛋的 蔡英文越当政 对中国大陆越有利 就是这篇文章所看到的 事实上这一点呢 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 蔡英文的当选 是对中国大陆有利的 蔡英文执政的时间越长 蔡英文执政呢 是会加快台湾的崩溃的 蔡英文呢 会把这个民主体制呢 把他的这种缺陷 他的这个龌龊的一面 能够给淋漓尽致的 快速的 全面的展现出来 这篇文章说呢 台湾人民实际上 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台湾人民将来恐怕 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呢 可能就太晚了 这篇文章接着说呢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 即便是蔡英文 他玩弄全数 他abuse power 但是 他毕竟这都是民主社会 台湾仍然是一个民主社会 这篇文章认为呢 其实不尽然 这篇文章认为呢 蔡英文现在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独裁 他已经是在玩弄人民的信任 玩弄这些权术 已经是使台湾的这个民主呢 成为一个空壳了 他已经架空了 台湾的这个民主体制 你能相信这是美国的 这个权威杂志 所发表的文章吗 但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 韩国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呢 台湾有很多的民众 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这个民意调查呀 已经被蔡英文 已经掌控了 所以说呢 并不清楚台湾到底是 有多少人是赞同韩国瑜的 到底有多少人 仍然是被这个蔡英文所欺骗 现在其实不知道 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篇文章接着说 民主的系统呢 是依赖着三权分立的 就是这个行政权 立法权和司法权 这个三权是要分立的 但是呢 台湾现在已经让蔡英文搞的 蔡英文已经是控制了 实际上蔡英文控制了这三权 她利用这个立法会 因为民进党在里面是多数党 她立了一些完全是并不代表民意的一些法律 而且她把法院系统里面安排的都是她的人 实际上呢 她掌控着法院 她掌控着法院系统 她掌控着立法系统 当然她掌控着行政系统 实际上呢 这三权在台湾已经不分立了 已经完全都被蔡英文掌控 这是这篇文章所写的呀 你能想象得到吗 你能想象得到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吗 这篇文章接着说呢 另外蔡英文还掌握了这个第四权 那就是媒体 她不仅她掌握了媒体 她还搞了这个电子媒体战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网军呢 韩国瑜现在还说 说蔡英文呢 不仅是三军司令 蔡英文是四军司令 就是除了海陆空军 海军空军陆军以外 她还是网军的司令 你看呢 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蔡英文玩的有点大发了 蔡英文呢 公开说台湾的经济是非常好的 而实际上呢 台湾的经济并不好 实际呢 台湾的经济呢 在负增长 台湾的出口增长 是负增长 台湾的出口增长 是负值 就说明呢 台湾的出口是负增长 而台湾整个经济呢 说是现在也就是 增长率是2% 多一点点 和大陆的经济相比呢 台湾的经济发展 显然是已经失败了 如果她想寻求台湾经济的增长的话 她就必须得来寻求 和大陆之间的这个合作 如果蔡英文赢得选举的话呢 她就会呢 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呢 更加恶劣 所以呢 经济呢 只会是越来越差 蔡英文呢 就煽动这个仇中仇共的情绪 煽动群众 以达到呢 她的政治目的 最后呢 国家利益的这篇文章呢 她有呼吁台湾 说你现在台湾呢 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你是选蔡英文呢 你还是选择这个韩国语 你要选择蔡英文的话呢 很有可能 蔡英文就把台湾的经济呢 带向了这个衰退 而且呢 把台湾的政治呢 从民主呢 就带向了一党专制 她会掌握着三权 急于一身 而且她还会控制第四选 将来呢 蔡英文的当选 终究会让台湾呢 是走向一个深渊 这就是呢 美国的国家杂志 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很难让人理解 美国到底是想干嘛 美国想干嘛 你别忘了美国这个国家杂志 干嘛的 对吧 起码就说明呢 蔡英文 她搞了半天 和着她这个美国爹呢 其实也把她的真面目呢 看得一清二楚啊 这篇文章呢 我没有看到 有大陆任何人 有提到这篇文章 但是呢 我看到台湾的媒体呢 也有把这篇文章 给她翻译过来 翻译成中文 发表在台湾的媒体里面 但是她那个中文翻译的吧 有点挺别角的 而且有的地方呢 天有加醋 所以呢 我就没有给大家读 那个台湾所翻译的那个中文 然后呢 我给大家把这个英文的部分呢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今天是8号 已经是台湾的9号了 那明天呢 是10号 会是台湾的11号 明天 我会做一个视频 我呢 就给大家分析和预测一下 台湾的蔡英文和韩国语 谁会赢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